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单张图同样 你看它是用3DMAX来做的 这是一张原图3DMAX做的 我们使用S的话 它整体的一个质感的话 S等过模拟的比较接近 这属于这个临摹的案例 那么这个案例的话 我们在做的时候 其实重点是在于素材的一个合成 素材的一个合成 可以看一下 像这一方我们建筑选出来以后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选之后的一个图纸的效果 选之后其实它是这种效果 这种效果看一下 但是我们合成之后的话 它可以呈现 这种效果 你看首先是天空颜色的调整 然后是建筑质感的处理 然后最后把我们的素材添加上去 进行一个整体的 整体的一个色调的统一 包括明暗关系的处理 那么像处理建筑的话 通常我们拿到一个建筑 先把建筑本身它的一个质感 先进行一些简单的处理 简单的把建筑的质感处理出来以后 色调统一以后 再去处理天空远景 然后再合成我们的素材 最后再整体处理 本则这样一个流程来处理 室外的一些效果图 这个也是我们在制度当中 室外图图当中 一个处理的流程 一个工作流 先处理建筑质感 再处理远景天空 再来处理我们的素材 再处理我们的前景素材 好 针对于这个场景的话 好 现在我们打开 打开我们的渲染图 OK 打开渲染图 那么后期我们看到 手按理写的一个 文件的分量 基本上是这个分量 打开渲染图 PS当中拖出来进来 拖出来进来以后 我们把这里方的 通道图也拖进来 那拖进来以后 其实我们发现 这张图 它其实的话 构图是有问题的 构图是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拿到野图 先把它的构图调整一下 把它复制一份 把构图 然后选择拆减工具 往下 拉一下 把构图先调整一下 往拉长一点 好 现在我来处理 这一块的一个建筑 建筑 处理这个地方的建筑的时候 是吧 购买区行动 然后我们再返选 这里边抗论加镜 我把建筑复制出来 不算 它的颜色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颜色 这里我把原图打开 看一下 我把这地方的原图 也拷给大家 拷给大家 把大家下去 我可以把这个原图拿来用 可以来对比 我参考 这地方原图 这个也是国外的大圣座 里边比较出名的 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打开PS 现在我把建筑的色彩 先简单处理一下 表达它 首先给它一个亮度比度 我把这一方亮度 亮度 先压暗一点 好 压暗一点以后的话 我把这一块插亮一些 对吧 你选一个黑色画笔 在这个蒙版当中 大家要去机关器使用蒙版 把蒙版这块当中 这个字部纸插亮一些 这个位置 是亮点 好 现在大致处理一下 不用处理太细了 不用处理太细了 那的话 把数在合成进行后 还要进行一些处理 然后把颜色 简贴进去 把这个蒙版 什么 简贴到这个范围里边 用简贴蒙版 简贴进来 大家说这个地方 我们是第五个使用场景 我稍微讲慢一点 把大家用PS的基本方法 大家要去掌握一下 把这一方 这里我是把这个建筑 这个部分 给它复制出来了 然后把上面这些调色方式 简贴到里边去的 简贴到里边去的 然后把颜色 应该往 这种 青色上 往蓝色上 往红色上都有一点 都有一点 OK 看一下 这个颜色的效果 其实它是带一点点 青色 然后 我再新建一个 再新建一个色彩品看 给它添加点红色 这里边 往蓝色上再走一点 不要走太多了 好 先把它处理到这个效果 先处理到这个效果 那这个亮度 我再提一点点 提一点点 是吧 这样一个效果 这样效果 然后再来处理天空 把天空先处理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建筑 然后每一部分 我们在前进顺度上 可能都不会一步刀 先把整体的感觉顺度 再去调细节 天空 什么样的 靠在这 我给它复制出来 然后 这个地方 饱和度 因为它这个天空太蓝了 对吧 我把它饱和度 先把这个蒙版 这里放到亮度 这里放到射向 饱度 剪贴进去 剪贴进去 然后饱度降低一些 拉灰一点 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对方图层应该 下影 OK 压灰一点 现在我们来压灰一点 好 压灰以后 对方 再选择一个色彩平衡 好 处理像这种 饱和度比较高的物体 调色的时候 都先把它饱和度降低 我们再去调色 因为饱和度降低 我们这条色 它更容易调下 它的色相的变化 范围会小一些 那么更方便 我们去控制它 好 这个是天空和建筑 这块 我先检查出这个地方 那我再把这地方的素材 放进去 准备进净 找到我们的 找到我们的 这里方的素材 是吧 我选择 第一边给大家放了一些 这种3D 3体的素材 大家可以去选择 但我建议的话 用这个 这个的话 效果 我用了一下 比较好 比较好 这些素材素材是很重要的 大家平时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看见好的图片 都可以把它收集起来 我放到前边去 上边去 放到这里来 我先把透明度降低点 我先把这个素材 数理一下 因为它的地方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天空 对不对 你看 这块属于天空 所以这个地方我把它 把这个地方 天空这部分给它处理掉 我添加一个萌版 好 然后选择 黑色的画笔 对吧 然后这方有画质 我给它去掉 所以没有有画质的画笔 就当不同频度 百分之百 把这下不需要的地方给它插掉 在萌版当中选择黑色部分 给它黑色画笔去涂抹就可以了 因为在我们这一方 图子里面 它后面你看 这个黑白玄框是萌版 那萌版的话是吧 黑色就代表是隐藏 白色代表是显示 所以我选一个黑色画笔 在这个萌版里面 单击下进涂抹的时候 它这地方天空 就可以把它隐藏掉 先把多的部分 先去点细节部分 再扣一下 这个也是一个素材的处理 非常重要的 写素材处理 来掌握这些方法 可以以后自己 我们合成一些图片的话 很有帮助 再把画笔调下 从右边开始处理 调小以后 这些位置 今天把它处理干净一点 OK 这一方都去给它 擦除一下 把这些不干净的地方 都把它去掉 移动 我去 我去 订阅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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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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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去掉下 处理这种素材其实需要有耐心 如果大家没有耐心的话 其实你很难把它处理好 像这种白色的方法我们也可以选择 模板工具就选一下 先送一个灰色进去 这位置 选一下 添一个灰色进去 好像这种意思 选一下 也是比较好选 显黑色 模板去选 显黑色 OK VOT加Delete 也是我们Alt Alt加Delete 填进去 然后像这些位置 监狱的位置 再去给它 处理一下 去掉下 这种效果 对吧 好 这个就把素材给它处理上去了 处理上去 现在这个素材的大小 现在我们再调整一下 拉大一点 然后 然后 这个方向 低一些 高度 稍微低一点点 对吧 好 今天我给它选择到这里 选择到这里 可以观察一下 观察一下 给大家把 我合成好了 这张图 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个位置 观察一下 对吧 这个 实材的处理 非常的重要 好 打开一下 这个位置 然后再去掉下 这块 去掉 高度 再往下 一点 挡到 这个地方 建筑底部就可以了 好 其实这种关系处理出来 后的话 这个 我们把它的保护度 要降低一下 这个素材 这个素材的保护度 所以保护度太高了 所以要把保护度给它降低 大家看一下 保护度降低 让它挥下去 是吧 挥下去 挥下去以后 其实这个素材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张图里面 其实这整个环节 它是里面算是很冷 但是里面其实都带有一点点的暖色 就是一点点红在里面 一方 保护度降下去以后 好 选这个摄像保护度 同样给它剪贴进去 加一点点红 加一点点就可以了 加一点点 OK 加一点点 好 加上去 好 像这个位置 你看 这个位置应该是有一块水域 对吧 这个位置你看 有块水域 好 同样我们再选择一个素材 图片素材里面 找一个水井 但这张也可以 这张也还不错 像这种状况也是可以的 我放进来 尽量选择透视很接近的 放进来以后 我给它放到下边去 放了建筑的后边的 它在建筑的后面的 我给它放低一点 这样去 放下去 然后同样的 我给它添加一个蒙版 我们选一个Facebook录像 把背景的位置查 这个位置去掉 但是这个图片 它比较小 所以关节处理稍微 相对的稍微 比较轻松一下 我们再把画币 降小一点 把这一地方 去掉一下 去掉一下 好 去掉以后 它的亮度是吧 这样低一点 选这个亮度对比度 小按一下 小按一下 OK 小按一下 这个是图片这一块 你看整个这块处理上去以后 大家其实可以观察 我们的素材 素材 素材就算是叠上去了 素材 好 现在在做整体的处理 整体处理 首先这个地方 前景的建筑的亮度 要降低一些 要降低一些 再把它的亮度 再瞧一下 亮度降低 按一点 按一点 好的 然后看到整个建筑这一块 这一块 那么这一块的话 你会发现 这种明暗关系 还不是特别的好的 还是特别好 那么像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来处理呢 给大家讲一个新方法 比如说 可能大家平时 我们以前没有用到过 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是比较好用的一个方法 怎么来用呢 怎么来用 把这里面 这个圆景 这个位置 再度摸一下 有些 有深的颜色 在远处 像远山的感觉 好 怎么来处理这个 我们怎么来处理整体 我给它直接上面 Ctrl Shift Alt加E 对吧 Ctrl Shift Alt加E 也就是我们给它盖一份 盖一份 我直接给它一个去色 Ctrl Shift 加U 去色 也就是把它变成黑白的颜色 老件的图像 调整 设计 把这里放到 暗色 提高 亮色 往左边移动 你看 大家观测一下 它这个时候 它没有关系会比较清晰 会比较清晰 对吧 你看 这块是暗的 暗的地方 越暗的地方 它颜色就越深 越暗的地方 颜色就越白 对吧 好 确定一下 给它盖一份 然后我再到上边 在上边 这个地方选择一个曲线 这个时候我Ctrl 在这个图像里边 这个我 我会在这个图像里边 Ctrl加A 再C Ctrl加A全选 C复制 在这个地方选到这个模板 按住Alt键 单击这个模板 你看 它就把这个模板 以一个颜色的方式 显示在这个位置 我在Ctrl加V 把这个地方的 这个黑白范围 添加到这个模板里边去 添加进去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这个地方 好处是特别明显的 你看 我们之前说过 白色代表的是显示 黑色代表隐藏 如果说现在我在模板里边 把这个建筑亮度提高 你看 它是刚好就对应的就是 白色部分亮度提高 黑色部分亮度不提高 对不对 那么就更加的准确 好 通过这样一个调整 你看 这个建筑 我们就可以把它明显关系 调整它 更加的清晰 再贴 贴一点 观察一下 对吧 观察一下 对吧 这样一个明显的关系 但像这个位置上 我觉得应该是 还要再按一点 再按一点 就是说我在这里的话 再建一个图层 然后把这些位置 涂抹一下 画下条件 要给语画指的 像一个画笔 好 大一点 把整理建成的选区 应该在这里吧 去把这些位置 按一点 对吧 把这些位置上加深 让它层次感更强一些 把透明度稍微降一点 稍微降一点 稍微降一点就可以了 好 这地方 刚才我是怎么做的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我这地方按住console键 单击这个模板 这个黑白选项框 它就可以把刚才我提到 这些区域 你看 建设一个选区 大家可以再看一遍 再看一遍 再演示一下 按住console键 单击这个阅览窗口 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把我们这一方 这个地方 可以看一下这个模板里边 是吧 它又可以把白色区建成选区 按住console键 单击这个阅览窗口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选择一个黑色的画笔 在这个模板里边 再去涂抹 但这地方涂抹的时候 要注意 我现在选择了白色区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这些环境的比较天空 但是我现在只需要 把这块给它 这些位置 给它图案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返选项 需要去返选项 consolecf-i 反向consolecf-i 反选 然后抹摸一下这位置 对吧 ok 再取了选须就可以了 取了选须就可以了 那么这位置 我们继续给它加暗了 对不对 给它压暗了 这个地方 这个是对这块 进行一个压暗的处理 这里 再压一点 这地方 再加暗一点 压了以后 要么可以给它一个真平底底的模式 给它叠上去 效果就更自然一点 更自然一点 这个是压暗这块的处理 那么这块 我们压暗以后的话 可以看到像下面建筑 这块当中 感觉这个构图 我们要再截取一下 往上再提一点 然后往左边 再搜一些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构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圆图 对吧 应该是这个构图 有了这个构图以后 现在我们再看到像这些位置 局部位置 现在还需要这些暗 但这些暗的话 我们可以放到最后再来样 现在把颜色和面关系再处理一下 好了 这里放到把亮度 提高一点 提高一点 但这里放提高以后 像这些位置 它不需要太亮了 还是我们选一个 推色画笔 这个图量 这个图量 包一下 这些地方 看一下 感觉这块 有虚化掉了 这个位置 感觉有点小问题 可以看一下 是哪个地方把它涂掉了 看这个地方涂抹感有点强 可以看一下 得到了哪个图形的影响 应该不是 所以这个地方 和天空的对比 那的不够大 我们把对天空再调整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天空 是吧 天空的对比 你可以再压 再加强一点 把这个天空的对比 所以这个天空 我们还需要再调整 所以其实我们调整一张图 对吧 我们会反复的去调它 但这一方要根据最后的效果 天空 再加暗一点 它这个地方对比就强了 这样对比就强了 这个是这块的磁力 这个磁力 看到这一方亮度提高 对吧 这块亮度它也出来了 对不对 从这地方 有需要太亮了 底部这块也不需要太亮 对吧 好 这样去处理一下 再处理一下 观察一下 对 这块当中 这个位置 从相比上 去处理一下 这一方 可以压着开暗 这一方选一个 过敏度 这样一个化理 就有发指的 这一方要插出来一下 好 这样一个效果 这样一个效果 好 那么这种层次出来以后的话 好 现在我们再来做一个整体的处理 特别像这个建筑这一块的质感 要再给它加强一些 色彩上 把这一方的明暗上 对吧 可以看一下 观察一下 这一块 这个天空 我再给它 再处理一下 天空的亮度 看一下 我再给它 压暗一些 压暗一些 压暗以后的话 我把这一块给它去掉 这个范围 在模板里边 把右边这个方向 给它去掉一下 把我想顶部的这些位置 对吧 那就是说要亮一点 这个下面 这些位置 它是比较暗的 对吧 比较暗的 然后看到 建筑顶部的 这里 是否被压到太暗了 可以看一下 对吧 这个位置上 这个顶端的这些位置 在我选择线上 我把这里 处理一下 亮度高一点 这样一个层次 这样一个层次 好 顺利到这个层次以后 现在我们可以 再给它整体的概念份 Ctrl Shift Ult加1 Ctrl Shift Ult加1 然后 我同样的给它一个去色 Ctrl Shift 加U 然后图像 调整 射击 把地方的暗部加强 亮部 提高 好的 提高 提高以后 Ctrl A 全选 C C 复制 然后 我们新建一个曲线 再新建一个曲线 再进入到这个模板 按住Alt 单击这个 黑白这个框 是吧 黑白这个框 然后也是模板框 再Ctrl加V 粘贴进来 再退出 把这个可以隐藏掉 现在我们再来曲线 调整一下 整体亮度 稍微的 提一些 稍微的提一些 好 切了以后 我再把整体的颜色 统一一下 等下 如果说 让它 加一点点的红进去 再加一点点的蓝 这一个事件 其实也挺好看 对不对 这个事件也挺好看 OK 然后我再把这地方 下边的 要暗一点局部的地方 我们先建个图层 可以选择一个 黑色的画笔 对不对 在这些位置上 我们去 把分度降低 去加强一下 把底部 这位置 加强一点 就是按角的位置 去处理一下 我在这位置 对吧 该压按的地方 再去压一下就可以了 OK 看一下这个建筑是吧 基本上它的效果就出来了 对吧 基本上它的效果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就是这张图的一个后期的合成 后期的合成 我把细节的位置 像这地方 这个建筑这块 色彩屏里边 看一下 红色 再加一点 加一点 是有点红在里边的 好像这个 食材 再加点 好 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是这张图的一个处理 这一个我们滨海建筑的一个后期的合成 这张图当中我们主要用到的 你看 图成也不特别 天空部分 建筑部分 然后我们的素材部分 好 就在整体调整部分 通过来这几大部分来做 那么重点在于通过这个案例 能了解到蒙版的一个使用方法 以及后期素材的合成方法 OK 好我们保存一下 这个是一个课堂文件 课堂文件 我也会一并考给大家 这个课堂文件 课堂文件 保存一下 保存在我的完成pcd里边 看一下 我再把这个构图 往上提一点 然后再拎存一张GPG 放到里边去 大家做的时候 可以有个对比和参照 但我们淋没的话 肯定没办法淋没到百分之百一模一样 对吧 像图子的话 我们在操作工程中 也很难去找到一模一样的素材 但是我们在淋没工程中 一定要去把这种关系 对吧 是给它梳理清楚 它颜色上的一些变化 一定要去理解到 里边这个镜子里边偏冷色 但是里边带了 你看这些局部 它是比较暖的一根色 带了暖色在里边 好像这个素材 你看虽然看起来它比较暗 但里边其实也有些 暖色在里边进行一个搭配的 然后像我们天空其实也这样的 偏等青色 但是里边还是会有些暖色 因为你看这个位置 它是有些暖色在里边的 这个就是暖暖的一个搭配 颜色里边有些层次的变化 因为颜色的话 暖色它看起来 离我们视野比较近的 冷色看起来 还是离我们的视野比较远的 它会往后退 这种它有个近身的关系在里边 这个就是颜色当中 比较重要的一块 OK 那么这一刻 我们就给大家讲了这个地方 讲了这地方 大家下去以后的话 按照我们这个流产 去操作和学习 那么这个建筑 其实处理出来的效果 还是挺不错的 挺不错的 那么这个给大家讲到这里 好了大家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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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